大家好 最近我很多肺炎的影片都被YouTube黄标了 黄标了通常都是代表题目比较敏感 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新官费是一个敏感的题目 但如果我们的影片被黄标的话 YouTube就不会推荐 所以就会影响我们的点击率 被黄标的影片就不能下广告 但大家都知道在这些平台的收入非常微薄 我这个频道也做了7个月起码 大概有60多条影片 我看一看收入总共大概有2000多港元 有没有广告收入对我来说就不太重要 我拍这些影片的主要目的 就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一些可靠有用的医学资讯 起码都心安些先 唯一能够抗衡这个黄标的办法 就是大家要多点留言 多点赞 多点赞 多点订阅 这样才可以 我在这里都呼吁大家支持我这个频道 如果未订阅的 记住就按Subscribe 按这个订阅 记住要按钟仔 按了钟仔之后 还要选择全部 这样每一次我有新片出 你都会尽快看得到 尽量多点留言 你说什么都可以 写一个字都可以 骂我都没所谓的 好 今天就入正题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2月19日 就在新英伦医学期刊那里 就出了一份的paper 他主要是看看 究竟就这些新冠肺的病人 由他发病开始 到到病毒完全清理好 究竟的时间有多久 他就不是说这个潜伏期 不是说这个incubation period incubation period 潜伏期就是说 他接触到病毒 或者开始被人传染的病毒 到他自己发病之间那段时间 就叫潜伏期 今次的研究就不是说这件事 他在说潜伏期过了 开始他有病症 到他幸好没事了 就清理好 可以出院了 中间的过程有多久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表 这个表 这个Y axis 这个直的轴 就写着CT value 大家不用理 这个CT value 基本上就是病毒的量 而这个X axis 就是打横这个轴 就是开始发病 数起上来的日数 这两条的curve 就是一条 就是喉咙病毒的量 另一条就是在鼻里的病毒的量 开始发病那天就是0 大家都看到 整体的趋势 就是病毒的量 就一路减少 但是要到差不多没有的时候 都要去到14 15日之后 病毒的量 才开始少到 或者差不多没有 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怪得 相对好像不是很多人出院 因为整个过程 可能都要两个星期 病毒才能清掉 因为它清掉了 才可以放它出街 如果不是 怕传染别人 这样说的话 如果我们不幸 好像南韩 突然爆出几十个 或者一百个新案件 基本上我们的隔离病房 就一定应付不了 这个研究 他跟进了18个案件 17个都有症状 但是有一个人是没有症状 这个没有症状的人 就和其他17个人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 定时定后 就会在鼻喉咙里 拿一些分泌物 看看有多少病毒在 大家猜猜这个没有症状的人 他避喉咙里面的病毒 比较一些有症状 有病症的新冠肺患者 究竟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是说 没有病症的人 和有病症的新冠肺患者 避喉咙里面的病毒量 是一样的 这只不过是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个个的轻症 或者没有病症的人 都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 那些没有病症的新冠肺患人 不知道是不是叫病人 都叫病人 那些人 带着病毒的量 就和那些有病症的人 一样多 那些没有病症的人 就会全程继续到处走 gathering 去饭局 这样就真的非常牙烟 假如有很多这些轻症 或者没有什么病症的人 带着病毒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用03年 对付SARS那些方法 就完全照搬 对付这次新的病毒 因为如果没有病症的话 你又从何去找它出来呢 你找不到它的时候 你又从何去隔离它呢 今天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最有效的 一招对付这种病毒 就是尽量减少社交活动 就是social distancing 这件事我在过年的时候 都已经是不断地呼吁的了 简单说 你就要假设每一个你遇到的人 都是带着病毒 until proven otherwise 任何没有必要的社交活动 尽量要减少 这件事不是我胡说的 大家其实细心想想 最近发生的群聚爆发 吃火鍋 去饭局 韩国的教会聚会 甚至乎现在开始 例如佛堂 这些聚会 都是病毒传染的温床 其实呢 都包括大家的家务助理 都要小心点 如果他们出去gathering的话 都要提醒他 尽量聚的人不要太多 戴口罩 否则家庭 将病毒带回家 你知道他一来 就差不多全家一起感染了 我们香港人在洗手 戴口罩方面 在世界角度来说 都已经做得相当足够了 今次这条片 都是想提提大家 尽量社交活动 尽量减少 做得足够更好一些 不能出街 真的非常难忍受 我自己和家里的小孩 其实都觉得很难 但真的没办法 疫情当前 尽量减少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能够掌握最有效的方法 令到疫情有些转机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